早在两个月前 23岁的华语女子黄妮可 和其22岁的男友帕维拉 被发现死于纽约布朗市 偏僻处一辆被烧毁的车内 咽尸后认定两人被枪杀 并且还惨遭焚尸灭绩 案发一个月后 警方逮捕了一名年近17岁的黑帮头目 并称该人为此次恶性杀人案的主要领导者 结果这又一个月过去了 事态的发展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最后等来的并非黑帮头目的审判结果 而是两名受害者家人 在社交媒体上的撕逼大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态的发展 5月16号凌晨4点15分左右 警方和消防员在布朗市 特勒姆烈岩球场附近的Shore Road 发现路边有一辆本田雅阁汽车 被大火吞没 后来警方认定这辆车属于帕维拉的妈妈 火势被扑灭后 急救员在汽车驾驶座和副驾上 发现了两具尸体 当场宣布他们已经死亡 案件列为谋杀案展开调查 两人因为情侣关系 随后警方又指出 女子黄妮可此前前一天 涉及了一桩枪案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这两人的被害与帮派斗争有瓜葛 警方表示 由两敌队帮派分别为上山帮 保卫医院后死亡 得知自己的帮派成员被枪杀 下山帮也很快进行了报复 不到一个小时后 上山帮的两名成员在派克节遭枪击受伤 但下山帮的行动并未耻不于此 而是继续追踪黄妮可的下落 直至周日晚间找到正在约会的黄妮可和帕里拉 并将两人一起绑架 两人被绑后不久 便发生了布朗士汽车火灾 而黄妮可与男友帕里拉也因此葬身火害 一个月后 警方以谋杀未遂罪 逮捕了一名黑帮头目 埃德蒙兹 该人被确认为两敌对帮派 上山帮与下山帮的主要领头人 当地警察局长表示 他是夏东城黑帮中备受尊重的一员 处在帮派中的重要地位 他还因说唱而受人追捧 埃德蒙兹的被捕 极大程度上平息了 辖区内不断发生的暴力案件 但是黄妮可与帕里拉的谋杀案 却没有因此而终结 反而走向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场面 我们前文提到 遇害的男孩帕里拉年年22岁 并且酷爱篮球 一直梦想能够加入职业篮球联盟 在上学训练之余 他还坚持UberEats的送餐司机 并且还在附近的医院 找到了一份看守工作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个男孩是一个上进 且有目标的有为青年 他的突然离去 让他的母亲莫拉莱斯 始终无法释怀 并且感到愤怒 他认为 儿子从未加入过帮派 也和帮派没有任何的牵扯 他是个谦虚的孩子 从不惹是生非 案发时 他只是好心地送朋友回家 他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 随着越来越多媒体 原因警方及帕里拉家人的说法 将事件归咎于黄妮可 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 黄妮可的母亲艾米也倍感压力 终于在7月14号发生 认为这一说法有失公运 艾米首先否认了警方的说法 称事实上 事发当晚是帕里拉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 喊她出门后才遭遇的劫持 并且出门前 黄妮可还把从不离身的玉佩项链 留在了家门前的地毯上 因为她有预感 危险要发生 黄妮可的母亲还对媒体说 我的女儿也遭到谋杀成为受害者 但媒体和帕里拉的家人 还是将责任甩给她 这太不公平 太让人悲伤了 资料显示 黄妮可在纽约夏东区长大 是巴哈顿中国城美甲店的老板 而在同一条街上 她父母还经营着中餐厅 黄妮可认识这里的每个人 一些邻居也表示 当社区有筹款活动时 这家人总是慷慨借荡 对于事态发展到 两家受害者互相打口水仗 小编觉得确实大可不必 同为受害者 此刻应该互相安慰 并且合力让凶手 受到最严格的惩处 据FBI的数据统计 美国约有33,000个黑帮 将近140多万人 加入了这些黑帮组织 48%的暴力犯罪 都是由黑帮成员引起的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而随着这些黑帮势力的发展庞大 青少年和外国移民 也逐步成为了 美国黑帮组织的重点策范对象 所以生活在北美的观众朋友们 切记要远离这些群体 否则很有可能 会让自己陷入 无尽的麻烦之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